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他们需要我们做什么 来掌声欢迎他们 我叫陈和芳 今年50岁 在35年前发生了一件事 我差点丧了命 有两个人对我非常重要 他给了我创造的奇迹 35年前发生了什么 让他险些丧命 那两个人又给他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 满身伤痕的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一平坚好 你好 这位兄弟 来 请坐 坐得可以离我近点 走路跟我一样不是太方便 这是原先烧伤 原先 什么时候 原来在15岁的时候 15岁 但是多少年前 这是35年以前 35年前 你烧伤的严重吗 当时烧伤面积是98% 98% 对 这块都是 全是虾 这块都是刀子印 这好 这块肉皮是肚子上面的 你在哪把自己烧成这样 当时15岁那年是81年11月29号 我们家做蜡烛 结果把腊油给找了 腊油找了以后吧 它是一个锅 完了找了以后 把这电线给烧熟了 烧熟了 那天晚上 往往一跑 那电吧 电到这儿了 打了个跟头 整个塞在那火里边去 连烫的烧 整个的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当时中国来说 就是 中国 就这么一列奇迹 奇迹 烧伤面积 对 烧伤面积超过60的 几乎是成活率为零 我这是个奇迹 那你今天来找谁啊 我来找 我的救命恩人 杨淼医生 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我 他给我创造了奇迹 让我活下来 35年前的事 我始终终身难忘 那你那个医生是 哪个医院呢 他是 原来我们高部电脑 有个51033部队医院 军医 军医 你后来去他们部队医院找了吗 找过来调 调到了 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你就是要感谢他 当时是他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他从死亡线上 把我抢就回来了 我是 住院期间 115天 做手术 做了37次手术 没了这个杨淼医生他们没有我现在的一切 你说的这个杨淼医生和其他的医生有什么不同吗 他超出医生的范围来对我 有一次我被感动了 被什么感动 因为当时那个 他这个伤口快好的时候 他比较痒痒 又觉得发痒 我都不知不觉挠了几把 弄了一把鞋 手上全都是鞋 杨淼医生给看着 他跟我对着我这张 小汤 你要是干嘛的 你还想要不要你的胳膊 如果要粘连的话 你的胳膊感染了 可能都残疾了 他是第一次这么对我吼叫这么嚷 他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也知道 结果外过了没几天 真感染 又过了几天给我做的手术 这胳膊 缝了三百多人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 我没哭 我就看那个 姚淼医生 他旁边他的掉眼泪 然后都 拍着我的头说 他这儿疼吗 我说不疼 从这儿以后我都非常听他的话 配合医生治疗积极的治疗 像母亲一样对你 比母亲还疼 比母亲还疼 就是那次发生以后吧 他们差不多接一天两天的我剪指甲 完了以后他说你什么时候痒痒 告诉我 我用酒精棉球把给你擦擦都不痒了 当时我把手指甲都搅了 搅了以后吧 本来我给你搅就搅指甲 当时一百多天也没洗过脚 我也不好意思地让他脚 我的脚往后抽 他在我拽 而且他还没戴手套 一个手指他捏着个脚指甲 他在给我脚 我活了15年来 我妈都没给我捡过脚指甲 一个医生做到这一步 是真心地对我好 一个医生对一个患者如此这般 一个患者这一生没有忘记这个医生 像做了37次手术 浑身烧伤98% 你对自己靠什么精神能够承受这些 因为是姚淼医生 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努力 我听了别的医生说 说这孩子可能一辈子站不起来了 完了以后我听见得有点自卑 有点绝望 有这么两天吧 我没怎么吃饭 然后那天踏直搬进起来 我听说闹情绪呢 怎么不吃饭呢 然后我妈都告诉她 这不听别人说 说他起不来了 可能在床上摊一辈子了 然后凑在我跟前吧 摸住了头小陈绕她说 这个他们瞎说呢 那是你一百多天 37次手术都挺过来了 都没掉眼泪 能没有奇迹出现吗 你要回家锻炼 你要锻炼好能站起来 你要听我的没错 你肯定能站起来 结果回家以后吧 我就听了他的话 回家开始锻炼 你想这么起身都不行 起不了 一起身就头望 就血往上走 头翁 他都好像晕过去似的 我想了个办法吧 为了早点走路锻炼 从那房梁上 我就跟那个吊环似的 弄了根绳子 弄了个环 我就开始这么锻炼 拉着那个绳子 断了留了两个月吧 我都能坐着呢 能坐起来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也是一点诚意 也有两个来月 当时家里也没人 我都试着扶着椅子站起来 农村里边都是大炕 我都扶着炕吧 一步一步这么倒着走 结果我都走了三四步 收不住了 啪子摔着摔着 摔着弓地起来 屋地里边摔我这腿 全都身上 全都磕烂的 那鞋子呀 心里话里都留 中间我也没哭 我都想起杨苗一声 说的那话 他给了我很大的勇 我不会辜负他 我都开始还是锻炼 这话又过去两个多月吧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走了七步 结果我爸跟我哥子拍巴掌 都能走路了 那你后来生活怎么样 现在生活挺好的 结婚了吗 结婚了 也有孩子了 有孩子 有儿有女 有儿有女 那挺幸福的 是 是幸福 是他们创造了奇迹 给了我生活的力量 生命的奇迹 这兄弟之坚强 了不得 就你在家里能站起来 能走几步路了 杨医生知道吗 他还不知道 我是第一时间我都想到他 当时进的那个医院吧 结果我一进会议室吧 所有在场的人全都经在了 不想到我会走路 不想到我有金钱 有的那个护士就开始跳开始蹦 有的那个医生就搂着我 结果我都没看到杨苗医生 那他去哪了 他被调走了 他调走以后 我也找 但是当时也特别不方便 当时没找到 可是呢 我找到另一个人 陈哲 当时原来那个 咱们那个医院嘛 当时医疗条件也不行 那个技术也不行 当时给我看病的时候 请了一个烧生科专家 是二六二医院 烧生科主任 他叫陈哲 我跟他叫大姨 没找到杨苗以后 我想到了陈哲 我们早上就从家里边来 来到北京 找到晚上我才找到他 找到他以后 他都愣着眼看着我 他说您是小陈吗 我说大姨是我 他都拍八男儿 这个 这三十七次手术 一次也没 也没少了他 完了以后 他都跟我妈说呀 他说 这孩子如果要出院以后 叫他锻炼 你们帮上也锻炼 营养必须能达到 如果营养达不到 这孩子还是废 弄村里边就是你们不吃 也得给他吃上 他回到北京以后 每个月 那是八一年 每个月回到北京以后 他给我寄五十块钱 当时 那个时候五十块钱很多呀 当时正常工人 最高的是三十六块钱 他每个月给我寄 每月都寄五十块钱 经过我找到他以后吧 我看了他几年 他也掉走了 也搬家了 我从这儿后得失去联系了 你今天要寻找的 就是这两个医生吧 这个趁热医生 我又找到他了 又找到他了 最近找到他了 停那个08年奥运会那天 我从网上都开始查 从那个二六二医院 把那个烧上科开始查棋 当时他退休了 那会儿 就七十多了吧 从这儿以后 我是每年 几乎是每年都看他吧 最近这几年又失去联系了 他儿子吧 上海南了 这老太太 也跟着去了 前这么半月吧 我给他打了电话 我说哥 你把我大姨那个照片给我发一张 我说我小子 结鬼 结果给我发了张照片 我哭了整半天 就这张照片是陈哲大夫是吗 嗯 他怎么了 已经不能说话了 现在是植物人 植物人啊 记住生命中 出现的每一个帮助他的人 是不是 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自己去想 是谁改变了我 因为他的生命实际上 是一个医学再造 他说他的受伤的面积非常大 就这一点来说 不仅是一个好医生的话题 也是一个好病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 今天的讲述者 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 他希望来感恩 但是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好病人 他忍耐 他坚持 他相信生命的奇迹 和生命的力量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看到 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 你想 如果当时这个生命没有抢救过来 后面不会出现一个幸福的家庭 不会有两个幸福的孩子 所以每一次你会知道 再难 我们要把自己的坚持走下去 再不容易 也需要共同的扶持 才能够改变很多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见到杨淼医生 你将对他说什么 我想对他说 我没有辜负他 我站起来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在35年前 两位医生救活了他的生命 给他创造了奇迹 在他病痛时 给了他亲人般的温暖 在他最低谷时 为他重塑信心 那份恩情 他至今铭记 好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 社组想尽了各种办法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陈鹤芳大哥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 根据您在我们等着我 容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求助 我们的寻人团的迅速帮您展开了寻找 我们找了很多的医院 但是很遗憾的 获得的有效信息都不太多 根据您提供的杨医生 当年的这个年纪呢 我们算下来 其实今天他应该已经是60多岁了 所以很有可能已经退休了 好 我们希望 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告诉姚淼医生 我听了她的话 我不仅站起来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是小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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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把这位了不起的杨淼医生 请到这儿来 让我看看你 让我看看 哎呦 还是当年那小模样 来 这两个 不激动 拉着杨医生的手 一边走 一边跟你们说说 其实我们后来 北京的平谷的某医院 找到的杨淼医生 之前是退休了 但是后来又是反聘回去了 杨医生 我们跟她一联系的时候 一提你的名字 第一时间就想起来了 虽然时间过去35年了 但是对你印象特别深刻 对 你当时这个病例案例 在她的心中 也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坐在那儿慢慢说说 好不好 好 想不到你 真高兴 杨淼医生好啊 你大前后 杨淼医生 你还记得她吧 哎呀 太记得了 太记得了 她是你的患者当中 最少有的吧 病情最重的 最重的 我遇见的是 我有生以来 那么还年轻嘛 三十五年前 头一次遇到这么重的病号 当时呢 他们家送到医院的时候 完了我们医院 因为医疗条件有限 考虑到当时 我们医院的这个力量不够 为什么 就联系了北京那儿 刘二医院的陈主任 陈主任完了 就在我们那儿吧 整整是在我们那儿 吃住 也就是将近一个多月 两个月 她呢就是 就为她一个人 我们医院成立了 这医疗小组 一个医疗小组 一个保障组 专门为她这个 治疗她这个病 全院都动员起来了 因为当时 可以说是全国像她 烧伤90%多 这都是一个奇迹 要能活下来 她就除了脸上和头上没烧 全身都烧了 特别坚强了 医生也不吭 那当时这个烧伤以后 得度过休克期 休克期呢 就是得大量的血浆 和这个树叶 院里呢 就是动员了 全部队的医生和这个战士